走下去 各位佳澤 各位學員 各位同志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吃有飽 不是啦 我跟你說 這期我感覺說 大家那個水 都這樣不摸起來 都這樣跳海海 你們這期實在是真好運 因為美國政府剛才宣佈說 台灣民政府 升級變成台灣政府 所以你們在這裡想 那個心 更加安定 因為都是已經台灣政府的 政府的這個 行政官員 有發育嗎 有 真的有發育 我也很發育 我也有受訓 你們不要看 我也受訓 我第一期我也在這裡受訓 我一邊當老師 也一邊當學生 我有領的畢業證書 我的畢業證書是一號 來 我們今天要來講 中國國情報告 中國人的這個文化 在全世界都很有名 但是台灣人都不太知道 什麼人會要我講 我不會啦 我不會講到裡面 我先說 我頭部裡面的東西 待會再說裡面這樣好不好 來 中國的文化是什麼文化 你知道嗎 西方的文化又是什麼文化 其實歐洲西方這個文化 和中國的文化是截然不同 我們的好文 我們的好文就是 在日本天空 統治台灣的時候 因為日本天空完全全民的政法 尤其是明治維新的時候 以前日本所有的 各的習慣 有的方式都一局打破 其實啦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有那個意思 想要學日本的這個明治維新 但是呢 他學得不好 也不是學得不好 因為中國人的本性 沒辦法讓他 用那個文化大革命 來將中國 找到那個改變 但是日本的維新 就不太一樣 所以我問各位 你怎麼知道中國的文化 他的傳統等於是嗎 什麼東西 美國西方這邊 他的文化 他的教育是什麼的偽准 我如果跟你問 我相信很多人 我都給我完整的 很精髓的答覆 我跟你說 中國文化就是什麼 欺騙的文化 如果西方就是誠實的文化 你看 中國人 以欺騙 為最高手段 例如 孔明頭腦很好 草原借鑑 有嗎 孔明的空城劑 有嗎 那都是什麼 用鑑 去欺騙對方 成功 很開心 大家說孔明好聰明喔 西方的聰明是什麼 他的清晰是什麼 就要真正 發生物 愛迪生 牛頓 發生物 發生什麼定律 人家說他是 智慧現高 兩邊 是截然不同 但是你以前不要想過這個問題 我想你不要想 因為你的教育裡面 就跟你說 中國的文化 你不想草傳借鑑 有什麼不對 空城劑有什麼不對 你不想到 但是今天翻國回來 當中國人在我們頭腦裡面 把我們實施這種的教育 這種的 頭腦的 那些 生育的時候 我們今天在發言說 要受 農統不中了 各位說 美國1月2號星期三的時候 跟我說 好 你台灣民政府 你按照國際發生 你update 變成台灣政府 來挖美國政事的定義 我給你證明 所以跟我說這句話 讓我證明 也讓我很鬱鬱 他說什麼 中華民國是民間組織 你知道嗎 我們都不知道 中華民國是民間組織 我去做兵就做嫁 我挑選也挑選 我家嫁說 叫我去挑選 我去挑選 我去挑選 你會感到嗎 你絕對不感到嗎 所以怕你 你知道這個真相的時候 你會很懊惱 你真的會很懊惱 懊惱 所以 我跟妳說 就是 妳來讀這個科 他會說 指揮票價 過期 我如果跟妳說 中國怎樣怎樣 你說那是宣傳 我如果跟妳說中國不好 妳也說那是宣傳 奇怪 所有的捕捉都說 中國軍隊很強 它有航空母艦 有飛彈 飛彈 其實我在上海的時候 就跟各位說過 飛彈 其實是另外一種的衝天炮 誰說衝天炮 妳有看 現在報仇有了嗎 1996年 中國 打三顆飛彈 向台灣 第一顆 打下來有露台 有鑽 第二顆到第三顆 都在上海 露台 他現在這麼公布 什麼東西做怪 美國的衛星在做怪 美國的衛星 如果可以做怪兩顆 這樣就表示說 兩千顆 他都可以做怪 GPS 三角電位 這個飛彈要打 有三種的傳導方式 第一是 機械式 那最難做 如果說要打 總統府 差不多打在我們的界別 那是機械式 因為飛彈打 一定要經過外太空 還有一個大氣層 第二種就是用雷達引導 第三種最精明的就是GPS來引導 因為你知道以前有一個南斯拉夫的大使館的事 三個中國人去讓美國為他們打飛彈 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美國 決定說這三個要出發 所以在賣的時候 沒有多久 那三個在房間坐下來 飛彈為他們問一賣 有準嗎 你不能說這樣 你真的很準 不要說飛彈 你拿一支穿 要打對方 你就打不到 你最過的 你們知道 電子宅 去打中建國那個電子宅 有嗎 我們的江蘇 那跟蔣經國 差不多20公尺而已 沒有20公尺 差不多10公尺 左右而已 開穿 打不到 美國在那個準的上面打飛彈 可以在南斯拉夫大使館的堂門 向那三個給死 那就給死 所以甘比說 美國 一支方面 已經是領先全世界有九個方的方 美國 要請中國的國防部部長去給他們 他開放 稍微給他們看 然後國防部部長怎麼說 他說 我必須承認 美國跟中國 武力相差30年 其實他說好聽 何止30年 50年都不止 但是是怎麼 大家不知道 大家看報告 又是中國很強 中國人 以前的外國部部長 常常在這裡說的 李造星 他說 中國炫富 就是 他很好 結果給全世界麻 這是從中國來說 15億人口 最少3億4億人 年收入在5千塊人民幣不到 他的GDP 全年的總平均 坦白說 是假如 要算美金 兩千塊美金都沒有 他怎麼有多強 他有強嗎 他這香港母艦是怎麼買的 你知道嗎 一隻航空母艦 兩千萬美金 美國一隻航空母艦 到59億美金 你知道嗎 59億美金 他一隻兩千萬美金 所以你看他的航空母艦 曬出來的時候 還請欲煙 那是你給什麼人怕 給你望台灣人怕 說他 我有航空母艦 我跟你們說一個消息 這塊怎麼叫做航空母艦 日本的海上主義對於他說幾句話 他說如果在中國敢向台灣開箭 我六天裡面 讓你中國消滅 消滅 消滅 兩天裡面 不是美國說 是日本的海軍說的 兩天裡面 讓你扶在水面上面 所有的存在 全部消滅 奇怪 日本哪有那麼厲害 我跟你頭講 你不敢講 日本的航空母艦 日本的潜水艇 做一年 一年服役之後 就退休了 馬桑上去橫須好 把它翻起來 風起來 一年就退休 又把它翻起來 他照整頂 他現時的潜水艇有十六隻 其中呢 你做新的要還有四隻 服役一年 冰起來 服役一年 冰起來 是怎樣 因為日本的憲法 第九條 說他們不能開箭 我不能開箭 沒關係 我做的武器 我做一年 我就把它翻起來 退休 那意思你怎麼聽到 聽到沒有 你怎麼聽不到 各位 建政的時候 這百幾隻 他現在已經 董一百二十隻在那裡 建政的時候 一百隻都出來 都在水裡面 他有狂嗎 你表明他想看 他只有十六艘而已 但是他每一隻 都是水星星的 都是在無聲的 所以中國在臭屁 所以李肇星他講 中國在炫富 一隻香港母艦兩千萬 那如果等下人 來扣錢 沒什麼也扣兩千萬 我們來買一艘好不好 我又跟你說這隻 這隻缺點很多 我以前在這裡選擇過 到二千零十八年 二千零十八年 那隻航空母艦 不能作戰用 中國的海軍自己也選擇 我們只有能夠作為 演習使用 嚇台灣人用的 我又說一個笑話給你聽 那隻航空母艦 上面是一千位的官兵 一天要吃十斗的食物 美國的航空母艦 一隻裡面有六千名的官兵 一天要吃十斗的食物 你聽到沒有 中國人跟你吃而已 一天一天吃十斗 美國人一天吃 六千個吃到這裡 十斗 要怎麼吃很賤 你跟我說 要怎麼吃很賤 不賤就生死 我沒跟你騙 所以你不用怕 你去那隻很奇怪 那隻 給他好看頭而已 他的飛機 我老早有說 他的飛機是怎樣 他那個航空母艦上面 有一個攔截手有 飛機要下來 一定要有一個撞 一個狗子有 狗子 這樣能停 你如果沒有攔截手 你每次都在海裡 中國那天特技表演 叫兩隻 兩隻飛行員 好像不輸 一個撞隊 只有兩隻人 練習 當然 我的空軍幾千個 驚兩隻人 比較厲害的 來練習 總可以讓你看 美國 用衛星和照 他在這個頂管 那兩隻 是沒有停 降下去 水果飛起來 他臭飛說 我能夠兩架 可以停在上面 他根本就沒有那個攔截手 現在全世界的航空母艦 有十個國家 都有航空母艦 那航空母艦 有一個項目 如果沒有三架 定義沒有 為什麼說三架 每一艘航空母艦 如果在港口裡面 對 維修的時候 要半年 那航空母艦 開出去 可以動一年 所以他就要三架 在那裡 輪體 這樣有辦法 變成 航空母艦的 防線 還是要攻擊線 如果說一隻 那是做樣子 給你看 台灣人就吃這一條 台灣的 如果做中華民國的媒體 就用這套 跟你騙 你如果想到說 中華民國是一個民間組織 你不會懊鬧 我們替民間組織去做兵 去做他的警衛 我們去交稅金給他 各位很不甘願 所以可見 傭的不是只有你們 我也傭 我也去做兵 所以 今天要說這個中國國情報告 我只要說這個 你聽一聽你說 這都是你秘書長 你自己說的 我現在拿 中國空軍上校 待續下的文章給你看 來你現到這個中國國情報告的所在 你們有嗎 你們應該有吧 你們沒有 那個後面 沒有的你舉手看看 來來來 給他補給他 中國國情報告 你看看 第一頁 你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好 來 我們來看這個 這不是我們天流家畜 這是日本人寫的 這個人很可愛 現在什麼 尤其 我們在 台灣 民政府上課的時候 用這個 戴旭先生 的文章來上課 和這個戴旭先生 把他們兵起來 調回北京 好像永遠不得路用 因為他講了太多的機密 所以這是他講的 所以你不用懷疑 這批來 看看 200 等一下 等一下 會給你們看 200 2012年1月 戴旭上校的最新演講 這是差不多要一年前演講的 但是他現在都已經被兵起來 所以 兩千 這裡這裡少兩本 這裡這裡 來 看 開始看 因為他這次是漢字 所以我用 驚喜來討 不然用台語 都給我哭起 為什麼我們周邊 會出現這些事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進入2009年 幾乎每個月 都有關於中國的消息傳來 遠的不講 歐巴馬剛剛上台 便和日本密謀 關於針對中國的很多事情 我們的很多人 都還在蒙古 被蒙在鼓裡 5月份 是馬來西亞 越南 菲律賓一塊 提出把南沙群島 併入他們國家最囂張的一個月 在這個月 在這個月 美國的軍艦 連續在南海 和中國的軍艦 漁船發生衝突 到六月份的時候 印度一下子增兵六萬 在這六萬裡面 有兩個三地 三地步兵師 加上一個炮兵師 所以在六月份的時候 我又去了一趟成都 因為這次他增兵 到了八月份的時候 我又去了一趟 七月份的時候 日本宣布要在羽納國島駐軍 後來日本新政府上台以後 這個消息暫時停了下來 現在是擱置 但是他的國防部長 已經宣布要在這個地方駐軍 各位羽納國島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那個花蓮 後面那個 到樓下去拿兩本的那個 公共國情報告 來羽納國島 看看羽納國島的地理位置 羽納國島 你們注意看 羽納國島在那個 花蓮旁邊 110公里的地方 羽納國島 有一次他選擇什麼 他說他的防空識別線 往西邊移15海 什麼意思 就是羽納國島 從這個地方 他這個防線 本來是這個中線 跟台灣的中線 但是美國覺得這樣不行 從中線 把移防到這邊 侵略到台灣的防空線 還不是 然後中國 台灣有發表說不可以 有啊 發表怎樣 要怎樣 不了了事 他根本就不敢告訴他 因為這是什麼人在做的 美國做的 為什麼美國做 因為美國是 軍事這麼多台灣 他要怎樣就怎樣 所以有人很多都看 有很多 中華民國現主席 準備要切開的 的消息你都看不不 我講禮給你聽 第一 所謂五大基金的錢 都掏空了 所以老早有人問說 那個 勞保基金 說要一次零 還是分月零 我說你如果要領 你就一次零 那如果要 阿伯要領沒有 你就分月零 我說的有中 這兩國給他領 八千英 八百啦 八百英 那個阿伯公佈的 十月份 我看我照相三百幾英 所以 各位 現在他看得出來 國民黨為了要統治台灣 因為他本身 本來就是民間組織 他就用民間組織 用你的錢來取利 用你的錢 給你十八% 用你的錢 把勞工剝削 你不知道 台灣人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就是輕做 願意做 什麼都沒關係 就做 有飯吃就好 問題是你現在想要做 你就沒有飯吃 如果不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去顧美國 賠起來 美國在後面把我們撇國 真的台灣會撇上去 好 我們台灣民政府 美國方法 它會倒不掉 更快 你們台灣民政府 你先給你先進去 叫做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 在這兩國內 在美國政策 證明 八爪 五爪 我們再一次補充 你中華民國是民間組織 我們台灣政府 是正常台灣人的政府 到那個時候 你說台灣會變還是不會變 但是你不用擔心 不會暴動 絕對不會暴動 那暴動也不是我們引起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武器 所以 有現在很多 為了維護他自己本身的利益 他要支持國民黨 這些人後面 都會遭殃 你看 所有基金 五大基金 全部都掏空 他的話完全不聽你 所以 我有在想想 上昌對台灣人很好 在這個時候 讓我們台灣民政府起來 怎麼這麼糟糕呢 在這個時候 你也要來上課 你夠夠糟糕 不要再算 我上課 不要再說不完 來 就在這個月 新章發生了 七一五大屠殺 七個十五個大屠殺 六月份 印度征兵的時候 我在成都 我從成都去了新疆 我從新疆回來 不到二十天 烏魯木齊發生大屠殺 他屠殺的地方 我全都有去過 你看 中國是不是每天在出事 每天在出事 只不過是 沒有發表 他每天在出事 還是在七月份 印度自己製造的核潛艇下水 還要宣布 再建事調 然後 日本邀請 热比亞訪問 同時 希拉蕊 又跑到印度 宣布要和印度 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大規模出售軍火 同時又回到泰國 然後台灣又邀請 達賴一系列的事件 八月份 澳大利亞 建立利拓案 在政治上攻擊中國 他發表了一個白皮書 白皮書上公開了宣稱要和中國打一仗 到八月底的時候 緬甸 緬甸果敢 就發生了殺中國人的事件 這個事件一會兒我再講 我從新疆回來的北京 基本上沒有停過 果敢的槍聲一響 我又過去了 直到聽到那邊的槍聲熄滅 我才回來 我從那邊又去了朝鮮半島 到了九月份 就是歐巴馬宣布對中國加征關稅 這是一個經濟事件 就在同一天 中國宣布要對美國的肉機 和其他的產品進行調查的時候 這個時候美國宣布派駐守到印度 到達賴的駐地建達賴 各位你們頭抬起來 我跟你們說一些經濟的問題 台灣現主席中國人一直來購 大家覺得會怕 所有的都去購買 你會怕 所有的老闆都走去中國 但是現在呢 因為它的GDP 由於14、15 到現在剩7倍 中國已經多了一半 那些企業也好 商業也好 購的 絕對是華雄大行購 購的 購的 他們人購的 他們為什麼 他們為什麼 可以做 威劣的東西 日本人做的東西 是越做越精緻 越做越厲害 這兩種不一樣的文化 所以 那當 在樓下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動心 你跟我說 他住在宜蘭 他說有 中國人來這裡 出口 他問說 你有抵制日貨嗎 他說什麼 因為整個群島的事情 所以他問說 問我們台灣人說 你們有沒有抵制日貨 他說我為什麼要抵制日貨 日本不是拿了你們的釣魚台嗎 他怎麼說 因為我隨便講一個例子給你聽 那個騙子 騙子 騙子 你們知道 騙子 騙子 我如果買一支日本桌的騙子 我用三十年賣 我如果用中國人做的騙子 夾一次就賣一支 他說我哪有那麼高 要用你們中國人的 我這就跟你說 中國人所做的東西 他們的文化就是什麼 欺騙文化 他要賺錢 越做越順越拼熟 但是他沒想到越熟 他自己越近 日本人做的東西 我相信我們在座國語都一樣 我也一樣 我們對日本的東西都覺得很精緻 吃的東西也很精緻 所有的東西都一樣 我們台灣只出產一個東西比較好的 就是電鍋 大同電鍋 那個東西還不錯 其他的東西都輸的 所以 兩邊的文化 後來 我們台灣政府要做的就是 向日本學習 要讓所有東西的生產 我們後來要注重農業 一定要注重農業 後來做農夫 做農的一定會賺大錢 怎麼說 我今年 蘇貝的時候 有人偷出一顆日本的水蜜桃一枚 因為你知道水果現在不能進口 你知道他偷出水蜜桃一枚一枚 我問現在這一枚多少 五百塊 水蜜桃一架五百塊 還我幾天不敢吃 吃一杯就幾十塊 我看到我們的台東的石牆 跟我們小孩頭那麼大顆 幾十塊而已 當然現在比較多 現在那一枚一枚一枚有240塊 那還不夠 應該一枚要賣多少 六百塊五百塊才對 我們就要做精緻農業 我們就要 但是因為現在國民黨的措施 讓你台灣人沒辦法賺錢 讓你修更 我們總理有你講 讓你的農產品的產生的東西不夠 後來你要進口 台灣人從來沒有缺過糧食 這麼幾百年來四百年來 從來沒有缺乏過糧食 現在竟然我們的糧食的供應率 百分之二十二而已 除了他扣進口 我們自己的人情都很進口 你怎麼不賺錢 你絕對賺錢 竟然不好吃 我去日本託食的時候 坦白說 我剛才都幾十年以上 我都有三十年以上 我去日本很愛吃它的飯 我沒有配菜 我只是那個飯這樣放在嘴裡裡 感覺都不一樣 我那時候讀小孫 我每一次要回台灣 我就排米回來給我媽媽吃 因為我媽媽受日本教養 他們很愛 我才能徹底的了解 原來日本政府是由政府出面 把農民收購 收購 收購以後 它了錢也不會讓老闆生 所有進口的優管農產品 他給他課增五倍的稅金 好啊 你中國 你很厚情的 讓你去店裡 你日本的米 用五倍 你更熟你就賣到我的米 你如果要吃外國的米 你賣最貴的 但是又不好吃 你買回去 你絕對米自己的 這樣農民不才有錢 好坦坦 我們台灣有很多事情 可以向全世界誇耀 向全世界 自己感覺很光榮 就是我們的迦南水郡 迦南水郡 你放上那個長度 是上面有多長 比長層更長 這就是讓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糧食的生產 可以說四季 都在生產 這是八田魚魚做的 八田魚魚 日本東京台北約 馬上派來台灣 一個二十幾歲的孩子 有辦法來規劃 讓我們全台灣 所有的水準 所有在種植的時候 每一個苦殘 都有水給他來灌溉 了不起 但你都不知道 我相信我們在座各位 你說你有投到大學 食俗 報仇 你都有 如果自己問一句 請你寄出 三個台灣民族影響 你說不出來 三個你說不出來 我們藤的歷史 都因為中國人的歷史 台灣人在十五個歷史 要做什麼 如果說岳飛 大家都知道 說雲天翔 大家都知道 如果跟你說 那個叫做 阿母王 你不一定知道 朱衣貴 他就是清條那個時候 翻空的 他擦一段做生 但是路邊 也是台灣人出的 台灣人挑選 台灣人就是 沒辦法來團結自己 這是很難聽的問題 不過你放心 台灣民政務這場 以後 我保證 絕對會改變 你如果要合作 請你去金門媽祖 好嗎 好 這都是你們說的 好來 就在九月十五日 美國情報部門出台報告 公開把 中國 俄羅斯 朝鮮和伊朗 一起列為 危害美國 國家利益的 假想敵 他的國王部長 公開宣佈 要研製新型的 戰略轟炸機 V3 對付中國 十月份 就我們閱兵過後不久 前幾天 台灣除染大規模的 四射導彈 但不是小數 而且這些導彈 也不是小導彈 全是大的導彈 有很多的導彈 可以打到新疆 基本上可以覆蓋 大陸全境 這些東西 集中在2009年 歐巴馬上台以後 我說的 還只是一個輪廓 很多的事件 都上網了 也只是我們看政府 出於其他安定的考慮 沒有意的宣傳這些事件 中華民眾同樣 中華民眾同樣 所有的這方面的消息 都給你封搜 他現在封搜最大的 是台灣民政府 台灣政府的消息 甚至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他在寒風 他給你沒看 實在很厲害 我們佈大陸那裡做多片 政論節目 你都沒看到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有沒有 覺得奇怪你舉手 都奇怪 你從來沒有給我打過電話 我們怎麼不要打電話 你們為什麼不討論台灣民政府 現在改做台灣政府 不過你如果 有啦 那天我有看到 山林 會到時候有這個 有人給他打電話 台灣民政府 您自身帶良 028個人去看看美國的事情 你們難道不知道嗎 主席人家說 這個事情我們以後再說 自己看著 有到沒有 我告訴你 中華民國真的這些媒體 實在是 我覺得後來 才來清算 我說一個例子 讓你聽 2000年 我到美國的頭前 我去選 高雄市市長 知道的會抓手 不知道 不知道 我選 高雄市市長會抓手 你看 台北朋友 手棒 選一個高雄市市長 高雄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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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選 你都不知道 你看 有厲害嗎 紅色到 鞍鞍鞍鞍 我一樣 他高雄去選 高雄市院瑕市 高雄市 高雄人 不知道 厲害嗎 含高雄人 都不知道我去選 我跟你說 我一個去選 我就開始說這個論述 我那時候論述的時候 為那個當然 不需要發營 那一定的 只要去做一個電台 結果電台的廣播 都是一堆廣播 在屏東 所以屏東就聽聽 哇 屏東人很機器 都知道 我進行辦事處 我幾乘兩次 會遊行 我的遊行 對我來回 幾乎公里 所以那時候 黃俊英 國民黨 丹共 他說 這人會去 我的隨父 我有隨父 因為 經常派一個隨父 對我 在世紀 他說 回去跟他們打賭 我告訴你 林志英一定得到的 支持者好多 其實我的支持者都沒有票 都是屏東 一票都沒有 更何況 我在要投票的情緒 我宣布說 跟這次丹共 丹共 丹共 那次他贏一千一百十四票 我 候選號碼是二號 你有注意到嗎 二二二八 幾乎都贏起來 但水比 差一算 割到年前 贏的 票 比例是0.00228 所以我說 我們台灣 民政府 會成立 就是說 因為那 日月拜 到台市 那家的文人 來逗三天 這個文人逗三天 中華民國 他派他的武将出来 所以我说我们比较快的来去日本的政国神社 这三万九千一百名的武将都回来 跟他对接 他如果看到 尤其是高刷造义勇军 我告诉你 中华美国要照料料 所以你看 一个去拜回来 马上美国说 你们台湾民政党可以升格为台湾政府 这样好吗 我不是说假的 我说真的 你们往年会你看看 后面那些冬的 就是都由日本拿回来 有时候说好笑好笑 刚才刚才好 去政国神社 不要说 还要听 一拨打一拨再来说 我要往这政国神社 我们两百二十岁的人来 其中有两个 启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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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冬什么叫启冬 你知道吗 启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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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冬有一些动作嘛 打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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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动作 很有 启冬 启冬 一直控制自己 不要让人 那些人控制 他不要让人 所以我们的动作就 有其中一个 他就跟他说 不然你来旁边 你去旁边休息 他说 你如果起床 动作不要太大 一直打嗝 一直打嗝 他就跟他说 这样啦 好啦 你的身份就位 身份就位 那人说什么 他说 你跟你秘书长说 我们这里不只三万九千一百 我们有四万多人 这边有两万几个出来 想要合你座位回去 不用烦恼 他要帮你帮忙 不用烦恼 因为 因为 八月十五 你会再来 我怕一个 我怕一个 八月十五买去 只有我知道 日本摇车 我们八月十五买去 参议员和众议员 一起去拜建国神社 那个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回来跟他说 我跟他说 你妈年八月十五买来 再来 所以我陪你回去看看 我没过来 这样 要说 因为日本天皇没辟准 所以他们不能离开建国神社 既然你来 我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 跟日本天皇说 他们那些人 他说什么 他说 他在建国神社 他们受到很好很好的待遇 所以我常常说 建国神社有三万九千一百名 中华民国的中列池里面 没有台湾人 他跟你说你是台湾人 你是中国人 你如果真的台湾人是中国人 为什么中列池里面 你记得 那些花园 三个 一只 一只 一只飞机 三个人去弄是有 又要把他放中列池 所以我会说 No 你是应该 不要拒絕对高杀族说什么 我把你们当作人 我把你们当作人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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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 我真的跟你说 事实上 中国人 真的像台湾人 是动作我们建牌的一个国家 当时跟我们人体说 我们是日本人 那个时候 1945年的时候 本来要将我们台湾六百万 要求说这六百万 这六百万 都用尊给他送回去 日本本土 因为苏联就这样做 苏联一千七百名 日本人 由北方速度 用尊都给他载载走 这是怎么载载走 原因就知道 因为 国际有一个规定 无人土地 先战先赢 你都搓走 那里面没有人 他苏联的军事 你不接 你说 这是北方四岛 是我的 所以现在 日本政府 在那儿 他跟苏联 跟日本政府 说一句话 北方四岛 不是你的 有奇怪嗎 北方四岛 是他的 是他的吗 不是啦 其实法理上来说 北方四岛 是日本天皇的 不是日本政府的 所以 日本人最后 我跟他们说 他们才知道 啊 那不是我们的 是谁的 日本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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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现在日本政府 要投 没怎么投 要投 台湾政府 台湾政府 因为台湾政府 日本天皇的教书 1945年四岛 在台湾实施 到今天也没毁掉了 所以我们的投资令 都要有 日本天皇的教书 因此 台湾人 是直接 上日本天皇的臣民 所以 我们才有主意 代替日本天皇 向苏联说 你北方四岛 反对我 如果国政法理很简单 就是这样啊 所以 我相信 我相信 美国现在开始 要帮忙我们台湾 的原因 就是 尼克生 时 美国是 有一个政策 他说 一个强大的中国 对我美国 是有好处 是必要的 所以他尽量帮忙 中国 要让他起来 所以当中国发生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本来苏联跟美国说 我们做的来打中国 将他的核子设备 都给他消灭 美国拒绝 美国说 NO 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 但是恐惧 因为全世界的人 很多人 利用中国 促的人工的肺 人工很促的时候 在里面去生产 去製造很多东西 他现在有钱 抬起来 美国感觉 不对了 他现在有希望 要协助日本 协助日本 要协助什么 大日本帝国 让他抬起来 所以这个鼓动 日本的右派 让日本的选计 主民党 大费 日本的主民党 只有一百八千 现在的选计 两百九十四千 一百半 我在这里上海的时候 三个月前 我在这里预测 我说 自民党的费 三分之二到五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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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间 算起来结果完全一样 二百九十四千 国家乡微信党的五十四千 国家乡众人之党的高色 你看他多少色 所以他要修现 可以 没有问题 他可以修现 那如果修过 国家乡要解决什么问题 台湾的问题 所以这个世间 我感觉这个世间 都安排得好色好色 在这个时候 那我们买起来 在这个时候 我们照顾美国 我们如果不是这个时候 来照顾美国 我们哪有机会买起来 台湾人 仅有可能 让中国人 全部见面 真有可能 但是上天 不放弃台湾 对台湾很好 让我们台湾这条生路 很可惜 还有一些图顾面 搞不清楚 你看 那图顾面 我就用法律的论述 来跟我们评 没有办法 所以我经常跟你说 你们本体要看 人和我们对敌的人 都是可以用感情的方式 跟我们妈 跟我们叫 希望我们速度更慢 就是美国因为看到这样 这些加速 让我们台湾民政府 背起来 台湾民政府 这是照国政法 来生力的 你看看流球就知道了 流球的地位 和台湾的地位 是完全一样 安全同样 流球 是美国军事政府 在那设 设一个民政府 所以今天的台湾民政府 其实是什么名字 是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 照着你来说是这样才对 但是因为这个手段 我们简单说台湾民政府 这台湾民政府 这台湾民政府 一后 这个军事政府 就要主动 用台湾民政府 变成台湾政府 这个时候 初期 美国军事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 还在指导的方位上面 所以刚才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会 动心 政法议 回家 台湾政府 就刮开 那不行了 台湾政府的意思 上面没有人 但是现在美国军事政府 同意说你设台湾政府 那我们设了台湾政府 就完全合法 所以当然在初期 我们可能两个交代 都会用 就是台湾政府 跟台湾民政府 那较慢的 先告诉台湾民政府 再来说台湾政府 各位在座 你们都已经有资格 称为台湾政府 对不对 你听好吗 有 我每次都说 都说我旁边去 你们自己在那里头 对不对 我说这些重点 让你们听好吗 好 要比较简单 好 那里有说一个事情 美国 说缺中国多少钱 美国的副总统 美国的副总统 美国的副总统就说 很安全 安全的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 安全的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 那些学生非常满意 我们这个台湾 听着听着说我非常不满意 你为什么不满意 你肚子里面的一块肉 你如果把它放出去 晒 要给你踢 不就我踢到 在那肚子里面 所以他说我断定 美国不会反 好 美国没行对吧 所以 人美国没行你 欠你这么多钱没行 你如果中国要怎么 好 这样开始 我不要再钱就你了 我不要再给你欠了 可以吗 可以 那可以啊 人家给你租钱 都没行你 你还要租他吗 要吗 要吗 要他骑手 你如果不满意 要给你租 当然也没有 不满意 但是你看 美国在古年 宣布说我要发行公债 我几百亿 跟中国说 你要负责买一半 中国说你是怎么 我中国怎么 撤个派的吗 我才不买呢 你欠我那么多钱我不买 美国怎么说 好 你不买可以 我自己买 美国他要自己买 中国想起来不对 家政工 古马上说 我买我买我买 是怎样 你美国你就没钱了 你要给我买 只要一条方法而已 什么方法 印字嘛 还印嘛 印美钞免费的嘛 印的呢 你自己买嘛 所以中国想说 好希望 美钞免费的 还要贬买 贬买呢 贬买一块块 然后多少就好 所以中国说 我买我买我买 诶 所以中国以前到现在 越欠越 这个美国越欠越多 越欠越多 所以现在最近 那个 美国最后的另一个地方叫什么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东西是 像 苏联买 竟然现在有学者出来说 干脆把阿拉斯加 卖给中国抵那些税 我说 美国有另外一个学者 头哪个国家好 我文心有什么社会 他想到改革的问题 因为 这个戴旭也有说 戴旭说两个方法 他第一句说 他说我太太太不对 以前 英国 这个 美国 他的殖民地在的时候 美国欠英国人籍 美国怎么改革 战争 獨立戰爭 獨立戰爭 美國戰爭 一筆高銷 散去西班牙 也是一樣 美國欠西班牙一大筆錢 美國怎麼解決 戰爭 還有戰爭 欠的債 一筆高銷 現在換美國欠中國錢 他太太 但是我看一定會戰爭 我看也是會戰爭 如果外賤 因為如果賤得到一筆高銷 如果外賤還有方法 什麼方法你知道嗎 你想一下嗎 你看美國QE1 QE2 QE3 現在QE4一直硬直 無限制硬直 美金是沒有貶值 越來越氣越高 美國有厲害嗎 他們說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美國有一個學者 我覺得他說得很對 他說解決這些問題 我跟你說 一個月之內就全部解決了 有夠厲害 用什麼方法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知道怎麼走手 都沒有 你們笑我跟你們說 我在什麼文章 你們都給我看 你們黑白說一張 我看你們都要發作聽 你們看我的文章沒有 沒有 他怎麼用什麼方法 改變美超的顏色為紅色 現在美超什麼顏色 綠色 他選保 今天選保說 美超從明天開始變成紅色 一個月之內 你全部要兑犯 或者完全做會 我跟你說 所有的黑錢 全部 不敢走出來 黑錢不敢走出來 販毒的黑錢 美軍會的黑錢 都走不出來 那些黑錢 估計超過美國所有金錢 發行量的三分之一 所以他三分之一賣出來的時候 美金為什麼 都不用貶值 所有的銷子都行 我認為五年來美國會這樣做 如果沒有戰爭 他這樣做到 他所有的債務總共一次解決 這就是 他美國一個財大氣出的國家 他可以這樣做 你看 我們台灣人真的這個頭下 需要再教育再教育 我們要有懂得很多事情 你今天在這裡上課 就是你們要從我這個地方 得到很多的新的知識 得到很多有關台灣 有關全世界的金融的嘗試 你上課就是目的在這個地方 我想你如果沒有在這裡上課 很多農業上的技術 你也不知道 你來這裡上課你就知道 你比較不會說生外地 只能做工 能賺錢而已 我常常說黑螞蟻跟蝔螞蟻 生物界裡面的黑螞蟻跟蝔螞蟻 大家都知道 蝔螞蟻六月七月的時候 成群結隊進到黑螞蟻的洞穴 所以是用黑螞蟻的 生蟲頂的味道 都肉在自己的生蟲頂 基神說他是黑螞蟻 那種黑螞蟻的兩人 夾回到他的洞穴裡面 沒多久那兩人都浮成黑螞蟻 因為他生蟲頂是 雖然是紅螞蟻但生蟲頂是 黑螞蟻的味道 那些黑螞蟻就可以做工 做一世人 各位 台灣人就是這樣 那些中國人走來去台灣 用教育 向我們台灣人跟我們說 我們要做一個 坦坦正正的中國人 那台灣人是怎麼做坦坦正正的中國人 所以那些中國人就能幫你努力 叫你去做兵 現在不能做兵 叫你去勘告四個月 你都自己看著報紙 我說勘告四個月你知道嗎 替代意 你不去看報紙 你厲害 忙碌也不來看 電視也不來看 報紙也不來看 你有在想太多嗎 也不 厲害 你們真的很厲害 我知道了 你們每天都會忙於賺錢 所以現在大家都很好起來 對不對 現在都很好起來對不對 對不對 對嗎 真的假的 說到外匯 雖然美國欠中國很多錢 但是美國 坦白說他不可以行 因為你知道這個欠錢是什麼樣的錢欠的 過去是以物易物 我 有什麼東西 你有什麼東西 人家交換 路邊開始有金錢出現的醫療 金元主義的時候 用印鈔票 鈔票不一定 你是印紙 就變成說要有黃金來做一個擔保在後面 你有多少黃金 你要印多少鈔票 但是1970年代 尼克森的時候 將這個改掉 我沒有黃金 我也要印鈔票 所以變成說 黃金 變成保值所用 但我告訴你 黃金 如果有機會 你的儲蓄最好的就是黃金 但是黃金不是叫你買那個事物 秋季那種的好處不多 要金條 不過你金條要煮人家去砰 因為金條上面都沒有放名 我是說實在 台灣人很厲害欠錢 他很厲害吃苦 錢欠錢都給差辣拿 很可憐 所以 後來我們民進府絕對不允許差辣 我們也已經有說過 台灣民進府後來的行法只有兩種而已 一種是槍斃 另外一種就是鞭刑 鞭刑意思就是 你犯罪 我的理論很簡單 你犯罪 我不用請兩個人跟你告 就去家裡給你住 就要給你飯吃 我沒有 你鞭刑的時候 多久的時間打一邊 你不要小看一邊 你要看 鞭刑的樣子嗎 來 在那 齁 那趴鐺被鼻鼻鼻鼻鼻鼻鼻 旁邊給你看 我告訴你 這鼓一鼓的會好嗎 不會好 我們有一個人 他好像是那個詐騙集團 在新加坡 變成一下 他怎麼說 生不如死 他走一鼓一鼓一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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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真的一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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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拍拍的 回家自己 為什麼要給你吃 吃自己 好嗎 好 真的好 贊成的鞭刑 好 你們都說的 這都不是我說的 我告訴你 我們後半 台灣政府 不管什麼人 什麼人 什麼人在說的時候 我一定 要執行這個事情 如果死刑 我一定執行 你如果人權組織 要說我可以 這個死刑 你反對對不對 給你拿回去 誰反對 誰把他帶回去 養起來 不能給他出來 你自己去一間房子 你供應他 這樣死刑 人權 你如果都沒想過 被害者的人權在哪裡 你有贊成嗎 有 贊成的鞭刑 好 好 我告訴你 你們自己都贊成 你們都贊成 我告訴你 後半的政府 就是都會選擇 我先告訴你 我告訴你 真的我們台灣開始 我們這政議 很快 我鼓起很快 我旺年會的宣佈 我們慢兩年快一年 我們會執政 我現在煩惱 中立的煩惱 會煩惱什麼 糟糕我們人不夠 民進黨 台東聯盟 那些都跟你笑 你們 沒有人才 你們將來執政的時候 你們不用我們 你要用誰 我你看到貴 那些都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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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無關你做到貴 你如果輕做 你繼續做下去 因為 你是 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來這裡 領頭羊 領頭軍 領頭府 因為 你比他們其他的人 頭腦 以前開發 你知道這個論述 你沒想到國民黨 他們那些 以前錯誤的教育 可不可以說 公公正 明明台灣的建書怎麼有公正 台灣怎麼有公正 我們打敗仗 你不相信你把建議車 百分之 如果台北市這邊 差不多百分之六七十的建議書 建議書記跟你說 日本轟炸台灣啊 日本轟炸台灣呢 日本轟炸台灣來請舉手 有嗎 都沒有啊 誰轟炸台灣 美國轟炸台灣啊 為什麼美國轟炸台灣 今天看到中華民國你占領 為什麼 因為 中華民國是在 1945年的 9月2號一般命令 內地接受 杜魯門所簽署的 一般命令 第一號 內地的指令 第二條 叫蔣介石代表 盟軍來台灣 接受投降 其實接受投降 不代表任何意義 所代表的是什麼 占領軍的 一種 戰爭時期的 占領 一直到和平條約要簽了 生效一後的 占領叫做友善旗的占領 有的說 我就沒有看到美軍 我跟你說 沒有看到美軍 沒有代表說 不是占領 占領的意義 廣義上來講 如果美軍能夠在 24小時之內 甚至48小時之內 可以隨時到的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等於占領 你要看八八水灘 裡面 美國的地生機 降落的時候 那時候是因為 馬英雄 我會讓美國來救援 有一個說法就是 要讓中國來 當然不可能讓中國來 因為美國竟然站在那裡 結果 美國為了要表現說 我是占領者 派一身機來 降落 在美貼頭前 那個女兒 用她的手指著她的背章 我就是美軍 你能看她在怕嗎 那就是占領 美國的隨機隨時 可以在我們這裡降落 我都沒有看到 我們家裡有住在青山江的附近 走去看看 台中的青泉江有嗎 有沒有 有的舉手 有嗎 你好 我問你 你有看過美軍的飛機 在青泉江起飛下降嗎 沒有注意看 沒有注意看 你有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每天晚上3點到4點 對 那是固定的扳機在背 固定的 我怎麼會知道 因為 AIT的CIA 他們幾乎每天 都在飛關島 飛日本 有一次搖車 我們一個行完 說要去館桌看 他說要館桌 要對 有你馬上 到我辦公室 我就帶你去坐飛機 有馬上 我要帶什麼東西 他什麼都不用 要去館桌 所以我們台灣人都不知道 真的都不知道 為什麼 部隊的路口 都已經沒有聽 為什麼演習 都要用 錄音帶 你又沒有感覺 台灣人又沒有感覺 你不覺得說 有很多跡象是 中華美國已經 已經要離開台灣 為什麼軍隊 現在在改組 聯勤 這個部隊 已經取消了 憲兵 也已經取消了 為什麼 因為 現在開始 美國要來接管 你中華要來保育 所以現在部隊 不用多久都不會 美國有跟我們說得很清楚 你台灣政府是政府 流亡中華民國政府也是政府 但是流亡中華民國政府 現階段 裡面 有因為台灣關係法 裡面 台灣當局 他現在在管台灣 但是 他跟我們保證 因為我們要照顧 他跟我們保證說 我們不用很長的時間 我們會把管轄權 正式交給台灣政府 各位 拍手是很爽 也很高興的事情 問題是我們接著政權 抓了 要緊張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要鼓勵各位 第一 你不要看親你自己 不管你什麼比喻 你萬一就好 中華民國來管台灣的時候 小學沒有比喻的 就來做校長 你沒有遇到嗎 我那時候又遇到 不過我是特建長 我建長也一樣 建長的英文老師 我沒有騙他 真的不要演技 我沒有騙他 真的不要演技 我那個音 你聽不懂 我一月的時候 看到那個很老 那個 那個演技老師很老 他因為我在教一年的 因為還教了兩年 我他就拚了 他教一年 頭幾個熱鬥片 說演技 真的說 他的演技聽不懂 我大麻煩 我問過 你聽得懂嗎 在美金中 是個個都精英 他說的話都精英 都聽不懂 那有厲害嗎 厲害 這中國人 所以就是 政是說 我說 台語來台灣的時候 帶一千名 那公務次元一百 所以美國 不怪美國跟你說 你們要訓練四千名 我感覺到這幾個 我都知道 以前都傻傻 比如說 訓練四千名 那就是傻傻在訓練 在上課 到現在我們要知道 原來要接賬款 如果當時去接賬款 那時候是接什麼賬 是接中華民國的賬款 你不要搞錯 那時候是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人執政 so what 你執政要 二十一年來 都台灣人執政 李定輝十三年 淡水比八年 十三加八 二十一年 台灣人沒變了 要是中華民國統帝 他去表面 像讓你做總統 你的命令 總統府來在審 審不出 這很屬性 所以阿扁好 你上面好 好像風神 風神什麼 你要喜歡開 我就跟你開道 你講什麼 沒有人跟你聽 所以 他只做台北市長的時候 阿扁做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可以改革一些事情 因為台北市長 不是先做總統 說要把他爆掉的 你不聽 我們的蔡吉元 我們的總理 在跟我們說 李定輝是他的學生 當時李定輝 說要改革 要實施 沒有一項做會成的 下腳 李元素 那個蔣 蔣什麼 蔣院士 這個人 都把他爆掉 他都不能改革 所以台灣人 做中華民國總統 不會做什麼 做中華民國總統 都是假的 現在美國跟我們說 中華民國是民間組織 現在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怕上第三位四位 報照要頂 中華民國就是民間組織 真真正 台灣人的政府 就是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 也能發行台灣護照 台灣的旅行證件 我想你如果沒有來上學以前 你根本都搞不清楚 當時你如果沒有來上學 你跟一般人 他們的頭部 你跟他說的 他聽不懂 有可能 你要把中華民國演給他 演給他 有可能 民進黨那樣 他就演他不懂 各位 演中華民國很簡單 一支筆就改革了 你說對不對 對 這支筆 我們大家做好起來 跟演奏賭 好嗎 好 所以不管外面怎麼說 他已經不知道怎麼說了 就青菜麻就對了 你任母母 是由中國走出來 阿公我是中國的間諜 我說中國人 會頭怎麼跟媽媽說 拿錢給我 從台灣跟中國拆開 好 夠傻 要跟媽媽 像一個邏輯上 比較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 我要跟各位說的就是 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中華民國一定要結束 所有電視 每天在播的 都是那邊掏空 這邊掏空 台灣人抗議都不要抗議 抗議就不要抗議 抗議就不要你知道嗎 你要相信嗎 明明就美國對我們 對不起我們 你去抗議中華民國要死嗎 鳩文維 揸錢的 是美國揸我們錢 台南人 是中國國民黨 你去操縮中國國民黨 很奇怪 那就是 那日第二月 就死就死了 但是都沒有得到 他們應該得到的正義 高砂族最可憐 120万人到今天剩下51万 你看有严重 高砂族自己不知道 当然我这要很简短再说一下 很多高砂的同胞 你用高砂不要 我喜欢用原住民 我跟你说 你用原住民 在经50年100年以后 我保证全部被消灭 为什么 中国人真厉害 你说你叫做原住民 我叫做新住民 合理 对吧 你就是我原住民 你住的比较久 我承认你是原住民 我新住民 过50年 过100年 你说你原住民 个个长得很漂亮 很会唱歌 很会跳舞 而且做事也很厉害 体格又很好 男的长得很赚 女的长得很漂亮 他说 哇 这个民族很棒 日本的国家里面对台湾有一个形容 叫做高砂河 他说这个民族就是高砂河民族 高砂河民族就是日本田荣给高砂人的一个名称 所以在户籍藤本来 你看你以前的户籍藤本 都有什么叫高砂 现在中国人来投机的时候 制造分裂 把这个高砂的人 叫他们有几个人出来 说那个高砂两个字就是等于高山 就是歧视我们 表面上给你抗争抗争整部 改一改 你就给你收买 你看 还好 我们要改成高砂民族 因为高砂民族有他们特定的历史 就是高砂义勇军 我相信 建国神社里面有很多 也是都高砂义勇军 很可惜就是 北欧几年前有一个 一半的中国人 除了我们高砂 不知三位族 阿美族 哪有一个族 算是高 明明就是中国人 他代表原住民 说去日本 要做那个 要做那个 神尉 又要拿回来 他并根本拿叫国际法来说 中国人 他有国籍 国籍 没有国籍 有国籍跟没有国籍的人结婚 生的儿子是 有国籍 所以高金树梅在国籍下是中国人 高砂人竟然承认他说他是高砂族 No 他去乱一下 日本人对高砂 他没说印象就变得不好 好家在这两年台湾民政府让我们的高砂族代表到建国神社去参拜 而且在那跳战舞 所以日本人 从现在开始对高砂民族 令眼看待 我们欢迎高砂族 我们的高砂族 23个人在这里受训 如果跟我们所有的州比起来 我们都水贴贴 我们51万人23个来的 我们其他国籍 10几个20个 按照比例来说 高砂族 如果51个 等于在那里有几个 230人 10倍 所以说起来 我们台湾人 本土台湾 当然都是本土台湾人 但是这边的台湾人 要觉得很羞耻 他是墨西哥 他爸爸是墨西哥 他爸爸有来受训 因为他父亲也来受训 我说奇怪 你爸爸听得懂台语吗 听不懂 听不懂竟然 普通班也来受训 高级班也来受训 有点厉害 他这怎么听的 我在旁边翻译 很了不起 人家这样就来在天涯区 你台湾人不会来听 你看看广光就好了 来 给他拍手鼓励一下 我说有很多 外公人来寻找很奇怪 我台湾听不懂 听不懂 听不懂要来受训 当然要来 因为你们的法理是对的 叫旁边的人来改水 人这么打招 人要来知道这些法律 这么说台湾人 不懂要来训这些法律 所以 也说 你是不是笑的 我告诉你 老板如果说这样 你告诉他 老板笑的要来管理 实在不知道什么人笑呢 各位 我看得到有笑的形 有没有 你不敢说了 你没用心的你各位 我们要知道 先知先觉 常常会寂寞 会很寂寞 好像是我们总理在说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刚刚开始在发电的时候 才十桶而已 现在我跟你说 高级的人 超过十万人 所以快了 所以美国也会评估 说到这个地方 因为我还有五分钟 我要差一点广告 就是我们在座各位 你有买取吗 没错 有的人会问 你们这些都要做干部的 家里面有刮美国旗吗 各位 你们都有收到美国旗 对不对 有美国旗 要有刮出来 押这有什么看 有刮出来 我去给你说 好 手放下来 高纱的人 处击班 都一定有国旗送你 所以各位 我你知道你们问 你们回去会不会刮 都说会 大家说会 其实你们没有 你没刮 跟你说 你就要去官网注册 大家都说会 受讯两千多人 两千六百人 结果注册的 没一半 你也比较差不多 各位 你看看注册 一千三百九十一年而已 三分两千 像两千六 两千五 一千三百 Q一半走一段 你还要点闹 中午好生 女儿子 有吗 有两百块 对 你有好生 女儿子 你只要用两百块 他就给你注册了 各位 你还要不去注册 他拿去看看 还不去注册 坦白说 要拿去注册 好 回去要注册 手放下去 好 回去都要注册 啊不然怎么 百度疼 要去注册 拜托 美国说 我们要网路战争 我就没有办法发动 清华人是要发动网路战争啦 所以喔 一定回去 你如果没有电脑 叫你的好生 你的女儿子 你的好生 女儿子 叫不上当的 用一百块 两百块 乖 他的乙 不要一直乖 一两百块 一两百块就好了 好生两百块 叫不走 你生意要做什么 这很简单啦 各位 你就是 各位都高级班 有一半以上 你今天回去 如果没有煮 我那些没够五十个 我后来找你 我跟你说 好吗 好 拜托 一定要去煮 美国都你看 他说你这些都饭汤 都不要用电脑 要这些人都不要电脑 不可以这样 差不多 过来 那些 这些有鸡 这个鸡肝 你那些鸡要买 这这么小小的三节 不然会给你 担任你的地方 买这个 坐车不要让你进去买 对不对 这个老樱头 这么漂亮的老樱头 外面都没有的 对啦 我想你一个人 我哪有人没有买半粒的 那些鸡子 美国鸡都已经送你了 奇怪 美国鸡 我说你如果担牌 阿蜜蜡 都能拿回来 免质来玩 我跟今天的园子 没有五名 两千几个小分 五个人 没有来担任 所以可见你都没有 都没有担任 所以各位 在了解 美国鸡子 台湾政府的鸡子 阿 郡市政府的鸡子 这三鸡 拜托 大家担出来 美国都有你看 阿 他说我担一下 中央民众警察人来 把他担一下 好担一下 好担啊 你怕什么 你不要怕啦 如果真的不说 那谁担的 你说那鸡子先担的 好吗 好 好 說我担都好 各位 担啦 也担一下 让美国看 你台湾政府成立 你不想担是什么 你怕什么 你就是台湾政府的主人啊 你又不想担 你不想担 你不想担 我没有 我没有叫你说 买美国的四鸡子 其实我们四鸡子 四鸡子 都只有一百周而已 你又有 我真少 有美国的四鸡子 走去看看 不简单 这样纯不几座了 所以我跟各位说 你们回去最后 那三鸡子 拜托拜托 要把他担出来 你如果说 我们大桌都 沒辦法担 要怎么担 担在家裡 你找到地方担 对吧 好 担房间我也同意 但是你要担心来看 各位 现在开玩笑 整个开玩笑 这个是美国要看我们的进度 看我们台湾 其实我们在接受美国要进台湾的 正行怎么办 所以你们要担三天 要做政府担完 还没担心 後來就跟他说 我心里要更多 各位 不要这样 要担当 好吗 真的好 对不对 回去要担他把他担 好 没担他 不懂得聽 稍等會有座談會 座談會有什麼意見你都可以說 來 今天最好到這裡 名字會寶的點半 我幫你保證名字會寶 這麼多人坐得彎彎彎 因為大家都要聽最新的小新 謝謝各位 謝謝 吃氣勒 走開 各位先請坐